第167集 只要有電影的第二節 這一節我們會繼續講 田中倦代的《永恆的語訪》 今天請到嘉賓黃曹賢博士 Mary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訂閱 按鈴鐺 留言 按讚 分享 可以追蹤我本人 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專頁 在頁面上我們會補充額外資料 或者可以更加快 更加直接和大家交流 上一節我們講到《永恆的語訪》裏面 主角 女詩人 鍾成文子 患了語癌 割除了預防後 在醫院 其實沒有離開過醫院 整部電影後的三分二集中說他和年輕記者 大悅的關係 我想補充一點點 就是他和森馬茲的關係 有兩段戲 我覺得很好看 第一段戲 我們在節目開始前也有討論過 上一節也有說 文子和他表白 和森馬茲表白 但表白後 森馬茲很正式拒絕了他 之後還有一場戲 那場戲很精彩 我想讓你講一下 其實拒絕之前 那個情況更有趣 就是他探森馬茲 適合森馬茲洗澡 我猜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當時古時候 去到五十年代也好 日本的家裡 要是你家裡沒有浴室 要去公眾浴池洗澡 我們經常見到 如果家裡有浴室 浴室很小 就是一個缸 原來有窗口 門外 旁邊還有窗口 你打開窗口 可以和裏面聊天 甚至見到裏面的人 他洗澡的狀況 這場戲的處理就是森馬茲在洗澡 他老婆和他都打開窗口說話 然後文子又來 森馬茲還未出來 老婆就走了 因為要約了人去一去 就和森馬茲說文子在外面 我走了 森馬茲才出來 我覺得那個安排很有趣 森馬茲出來穿著一件浴袍 首先這已經有很多意義 這件事特別親密很多 這件事 事實上這場戲後來是有呼應的 我想補充這裏 森馬茲拒絕了他之後 有一場戲是森馬茲送他走的 那場戲你可以說的 那場戲是這套戲裏面 其中一個最感人的一段戲 亦是他們話別的戲 可以這樣說 你不知道原來這場戲是人生的話別 是這場戲 拒絕了他之後 其實他 因為大家都很耐朋友 我覺得我一點也要告訴你一次 其實我是喜歡你的 就告訴他 他拒絕了 不要緊 繼續走 然後就是 我不會再來探你 我覺得這個處理是見到他的性格 他打造的性格 大家都是繼續 我自己覺得森馬茲 然後一天下雨 下雨他就借頸巾給他 戳著他的兒子 然後他們就給他遮掩 到最後 車站就走了 我自己覺得森馬茲和文子 當然我覺得是文子一個想像的愛情 當然是 因為沒有發生過 森馬茲永遠是他很理想的讀者 他作了一首詩 而森馬茲是明白他 而且是他 啟發他 甚至森馬茲一直對他最高評 是的 其他反而那些女詩人 誇張 太誇張 多少我覺得有點妒忌 是的 或是男性覺得太誇張 而森馬茲永遠覺得他是一個女詩人 而他在他寫東西後 這個男性給了他一個最好的反應 即是我們稱為Best Reader 這個詩音 即是他有很多心分 所以他喜歡他很理所當然 我自己覺得 但這三個人 即是他太太都是一個 青梅竹馬的同學 而且很強調他小過一個 即是一個男子頭 即是一個比較男子頭 其實跟他的性格是貫徹的 你會見到是一個比較 剛強的表達 相對他的太太 相對他太太會比較陰柔 一個人物 那場戲在車站 我覺得挺有趣的 這場戲當然也有不時有很多鏡頭動作 但很慢 他有兩種鏡頭動作是最常用的 第一個就是跟著人一路向遠 他開始不要動 然後到這樣他才慢慢跟著人走 通常走到深處就隱瞞了 或者感覺到他軟去 甚至跌入黑暗裏面 這個我們待會再說 另一個就是跟著人走 因為之前很多戲都是定鏡 軟鏡都有特寫的 不會是那種很Styleized 但去到某一點 這個戲如果我沒有記住 是頂多三次 好像有兩次 第一次出現在他送他去巴士站 就是一個Follow Track 這個Follow Track 令我想起甚麼呢 令我想起承賴 承賴最出名的就是Follow Track 總之他一定是兩三點 就是跟著人 不過他的Track通常都是在人前面 在側面一邊看著 正面一邊走 走很久一邊走 一邊聊天 這個田中倦代就不是 兩次都是在打執 即近乎一個橫移 但去到尾 這個橫移一邊還退後 一邊退後成為一個Wide Shot 在車站這個Wide Shot很漂亮 就是車站 然後跟著就是三棵大樹 很高的橙樹 所以這個構圖 只能讓你看到很高的橙樹 然後隔了一段距離 就看到這對男女 握著一把傘 整個氣氛 後面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整個氣氛的那種淒漆 就是一個永恆的畫別 然後他上了車後 首先是一個POV 在巴士的尾拍深麻紫 一路看到深麻紫越來越遠 但他再切回去深麻紫 就是一個medium close up 就是他握著把傘 就是他都說 那種氣氛當然遮遮 你都可以說是 這些場面都 即下雨遮也 就是免不了的 但那種感覺 那種悲憂 就是最後一面 就是好 整個氣氛的渓染 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他那場這樣拍法 其實某程度上已經是 你看時你已經預視了一些東西 這場戲不是普通話別 當然加上我沒想到她那麼快死 我看那時候 還是心馬之 心馬之想她也應該捱下去拍戲 她比Hitchcock 比Cyco 女主角很早死 再想回頭那場戲為何這麼拍 因為那場戲的鏡頭動作 已經是一個畫別的鏡頭動作 你才知道她是這樣的原因 然後是心馬之死的那場戲 死訊不是她死 我們看不到她死的 根本是暗場交代 但她的死訊是拍得簡潔到 準確的力度很棒 一開始是因為她住了梁家 其實是拍走廊 沒有人的 然後聽到電話聲 然後才看到她的小孩 就去聽電話 電話員才是玩我的音 因為觀眾根本想不到心馬之會死 所以電話我們都不知道 是嗎?是嗎?是嗎? 就收線了 收線後看到她的小孩 就走出來 然後大聲地喊 一路向鏡頭走 然後大聲喊 Fumiko 然後再剪一個大特寫 就是一個top shot 在樓梯頂上高 因為她住在二樓 在角樓 拍攝著弟弟的 也是一個medium close-up 然後把她喝 看到Fumiko 走出來 然後心馬之死了 然後再剪到Fumiko 即是那個驚惡的樣子 即是一個低角度炒上去 然後再剪一個wide shot 看到樓梯 看到平時的wide shot 然後看到弟弟立即離開 意思是我們快點去醫院 才見到Fumiko 慢慢走下來 大家走下來 整個人停下來 然後整個人坐下 即是已經再走不到 然後才慢慢推過去 其實是四個鏡頭 但那個震撼力 一來情節很突然 震撼力的聲音 平平噴噴 樓梯聲 以及死訊 惡言 震驚 就很效果 即是你完全看到 他作為一個導演 對那個 對那個媒介 對電影預言 那個掌握多麼準確 即是其實 即是想回想 又如何心馬之死 其實我覺得 這個結構 跟之後我們說 即是下一集我們說 《紫有黑夜》 其實都有一些 少少相同 譬如說 《Eternal Brass》這部電影 其實你可以 你解釋他的結構 當然 Fumiko是主角 就是他在人生 每一段遇到的三個男人 第一個是他老公 在序事上 會說他和他老公 所謂開始是他和他老公的記事 老公離開 老公不再出現 除非有一場 他和女人拖著 那一段 接著就說他和心馬之 比較重心說他和心馬之 心馬之也死了 然後又再說他和那個記者 大悅 所以見到這個結構 某程度上就是 你可以說是 Fumiko人生的三個很重要的男性 他有這樣的結構 這個結構也可以和 一會兒我們會說的 紫黑夜女性 其實都是 他去打工 不同的打工 我覺得 這兩集我們會說 跟月星文月也是一樣 又是三姊妹 是 一個這樣的結構 我自己去看的時候 所以 你見到那些男人 就會沒有了 然後又出現 這樣的結構 我自己覺得 尤其是見到那個女性的 生命的那種豐富 和輾轉 那個感覺 整個電影我自己覺得 是很悲喜交集 這個電影 即是 當然 譬如說他離婚 他有乳癌 但如果你記得他 去探他 我忘記 第一場去探他 他去探他 一打開 他見到他很開心 即是突然間 你突然間會覺得 你在醫院那幾場 他很慘 但醫院某程度上 他進去之後 他又好像解決了一些事情 人生病痛 當然是 但當然這是一個 只是一個初步 之後又會再來 但他處理女性的情緒 是有一種 不是你想的 我病想我很慘 即是很簡易 其實是很上升 整個二角色人都是這樣 即是你病好 你都不是日日不開心 可能你突然間 一日好回來的時候 即有一日你好回來的時候 你可能那天是特別高興的 因為你是病了一段時間 即是那種高低起跌 我覺得這部電影 它是捉得幾好 而且你說笑容 我記得 即是拉美大月要走 他真的要回去 離開的時候 大月其實 他出了門口 那個氣甚至一個橫兒 跟了他出門口 然後他再回來 都是想見一見 他最後一面 打開 打開他就透過那塊化妝鏡 即是那個鏡仔的手 即是那些叫什麼 都是化妝鏡 即是拍到 就看到他特意透過那塊化妝鏡 Fumiko看著大月 大月那一刻笑 笑一笑 嘩那個真是好正 那個笑就是情人的笑 即是那一刻 亦都覺得 因為那個 其實他是偷看 即是他 他說了 他說你走 你不要讓我看見你走 我閉上眼的時候你走 但怎料他等回去看他 他就在那裡偷看 他又知道他偷看 那一下之間那種 我感覺正是大月的笑容 真是一個 類似初戀情人的那種 很innocent的那種笑 那一刻 阿文子有一個小女兒 其實是一個橫皮的舉動 其實他經常都有種 好像小女兒的狀態 這個女性 可以補充一件事 你說這種小女兒 就是他有一次 都已經是入最遠的 但他就想洗澡 就求撐葉子 就帶了他回家洗澡 帶了他回去 撐葉子家洗澡 其實這個為何這樣 原來他故意的 故意是怎樣 原來他想在深雅之 沖過涼的浴缸去洗澡 那場戲是經典的 是呀 甚至他告訴撐葉子 為什麼 他開放得很厲害 當然深雅之不在 沒有說再有什麼疾度可言 他就說在裡面洗澡 那場戲就是 因為他利用那個槍 然後參與紙 本來沒事的 你洗完沒有打開 突然參與紙就看到 他擦除了預防 就是那個樣子 就是一個赤裸 那一刻參與紙自然震驚 怕了 嚇到立刻關上窗 然後整個蹲下了 那一刻我都覺得很厲害 我覺得那一場戲 作為撐葉子 他應該是雙重震驚 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喜歡他老公 他應該是一早知道 這個無可能知道 但他猜不到他說出來 我自己覺得 在日本人的世界 你真的說出來 還不是一邊唱 一邊哼著歌 一邊說出來 從Fumiko的角度 就是我快要死了 我便告訴他 他亦都不需要 你怎樣 大家都知道我對你好好的 大家都是好朋友 所以他就是 必須我要說這件事出來 但對於柴木子來說 就覺得是雙重震驚 可能的震撼就是 他見到他沒有預防身體 是更震撼 因為我覺得 在田中捐代的電影裏 其實他都幾有意識地 去對比這兩樣東西 就是騷擾正常女性 去看那個 社會上覺得是正常的女性 去看身體殘缺的女性 只有黑暗的 只有黑夜的女性 一開場就是那些 闊太那些 去享受感化的女性 就是正常女性 去看這些問題女性 就是她都有這種 對比 當然在這裏 他不是想諷刺她 但反而就說 就算你是這麼好朋友也好 其實你真的被你 撤除了這個預防的時候 你不是自己 看別人都害怕 何況是你自己 如果是 那場戲是一半 然後大月又來 是很奇怪的 好了 然後文子就沖完糧出來 但其實沖完糧出來 她有些藥 要說 參葉子扶著她 甚至坐下之後 她就捕在參葉子上 其實捕在參葉子上 她就變成像小女兒 她還要說 你不要站起來 她還要一直捕在她的膝蓋 然後大月就看著她 那一下她用了幾個大特赦 就是捕在參葉子的膝蓋的文字 第一個大特赦 她突然很嬌俏 拍到她很漂亮 很有吸引力 很嬌俏地看著大月 那一刻她吸引大月 大月就整天空前 被她吸引到 好像那一刻被她arouse 然後她知道 我覺得她是故意的 真的有一種挑逗的意味 然後她仍然如露眉色 就說你來看我 想我死 然後她轉回頭 故意不看大月 鏡頭就跳到那邊拍她 然後她就說 總之你一天在 我一天就不會再攝氏 她也很清楚她另外一個動機 然後大月就說 如果那個暴徒是錯的 我就最開心了 就剪了一個 Wideshot 那個Wideshot有一點點 成為一個三角形 就是大月和她的弟弟 即是文子的弟弟 另外就是阿參葉子和文子 剛剛一個三角形 然後燈打得好 就像spotlight打到文子和阿參葉子 因為這個鏡頭 最後 我覺得當文子覺得她得逞 她知道大月的一個 跌落她的陷阱 我覺得 再回頭 又不是陷情默默 總之她充分表現她的女性 那種柔弱 那種溫柔 再去看著 和計謀 一直看著大月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是人都死 一定跌落她的陷阱 但我真的覺得 田中軍隊幾套電影都好 其實她真的拍到這些 其實我們一般來說 不是十分美的 一般人覺得很漂亮的女性 其實她們不是很漂亮 但她拍到她們真的很漂亮 是她們的性格 她不是只有樣子 包括田中軍隊自己也是 你看到她的戲 很厲害 她拍到那個角色 令你改變了最對的看法 甚至超越了很典型的美女 那種表現 透氣太厲害了 太多東西要說 我們留下第二集再說